欧阳娜娜甩偶像包袱!即没弄眼吃炸鸡! 欧阳娜娜在大陆综艺节目担任助理主持人! 图翻射!欧阳娜娜微博!20101803.25! 新二代欧阳娜娜日前微博突破千万粉丝,送上自弹自唱歌曲感谢粉丝的支持,最近在大陆节目担任助理主持的工作。 她趁住空荡回台湾,私下行程就如一般少女,喜欢逛街吃美食,而且将来给人优雅气质的她,还甩掉偶像包袱徒手吃炸鸡。 根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,欧阳娜娜到一间Apple专卖店修笔店,之后跟她的女性有人会合,两人在商场的美食街大科美食,欧阳娜娜似乎忘了偶像的身份,不顾形象直接用手想用炸鸡! 还边吃边做鬼脸,样子相当逗趣,吃饱后两人到平价服饰逛街,欧阳娜娜拿着喜欢的衣服在镜子前看看,随后买单,之后前往牙医看牙洗牙。 少女行程非常简单,全程低调地戴住帽子,没有被其他人认出。 两年前欧阳娜娜从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休学后,便全力冲刺演艺事业,接演多部电影,也成为时尚活动的常客,然而她没有忘记自己最爱的大提琴。 去年发行一张大提琴专辑,海手Master,美国太空总署,只要在颁奖典礼上表演大提琴,成为首位受邀参加典礼的亚洲艺人。